站在这里看这座围屋 就跟欧洲的城堡差不多 不过我们的这个是中式的城堡 以前抵御外敌用的 这也是展现了我们客家人的智慧 一人一车打卡全国客家乡镇 大家好 我是成都阿雄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西贷州 贷县的客家文化城 之前好多老乡说让我来了贷州 一定要来一下客家文化城 不然贷州就白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了 其实我是昨天下午到达 昨天晚上开直播的时候 我们干线的丁老师给阿雄开了一个房间 我们刚刚才退了房 现在过来 然后昨天晚上还跟我们干线的一位客家老乡 金哥还有我们彭老师 我们一起在这附近来吃了一下宵夜 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干线这边的客家话 跟我的客家话是80%都相似 所以就跟老乡说的一样 这次干线真的是没有白来 了解到我们干线的客家话 跟我的客家话是非常相似的 这里就是客家文化城的停车场 这里都是免费的 我的车就是停在这里的 如果以后你们来的话 也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从这边过去就是到文化城里面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看 这里就是干线的客家文化城 这里是一个牌匾 牌匾上还有字 下面就是两只麒麟 我看上去是像麒麟 不知道你们看上去像什么 然后客家文化城正对着的就是杨仙林 有没有知道杨仙林是什么的朋友 知道的朋友可以把它打在评论区 我们看见这个门口这里还修了这个围栏 以前这里应该是要收费的 但是现在都是可以免费进去的 我们现在从这里进去里面 都是可以直接进来 我们一进来看见这里就是一个广场 非常大的一个广场 好像叫做太极广场 这个广场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字 大家有没有看见 魅力星辰客家摇览 在这个广场的旁边 还有一个客家家风家训陈列馆 我们看见在这座家风馆的旁边 还有一束雕塑 不知道雕刻的是哪位人物 然后后面还有一首诗 我看见旁边这里还有一座塔 上面写的是几何塔 不知道这座塔代表什么含义 有没有知道的老乡 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 旁边这里有一个介绍 不过上面的字都看不清楚了 我们看见在这个广场的旁边 还有三根这种石柱 有没有知道这种石柱代表什么含义的老乡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面为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正前方这里就是客家宗寺 这个客家宗寺跟我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见的 酒井十八厅就非常像了 然后这边这里也有三根 总共有六根石柱啊这里 我们现在进去这个宗寺里面看一下 我看见门口这里还写的有新婚大喜 是不是有人在这里结过婚 这座宗寺门口这里修了两个石骨 石骨应该是以前出了文状元吧 一进来里面就看见一个大大的金色的福字 希望我们看见视频的所有老乡 以后都有福气 这里还有一个花轿啊 以前古代结婚的时候都是做花轿 哇 我看见这里面真的不值得好喜庆啊 上面好多红色的彩带 下面就是我们客家人以前经常做的八仙猪 继续往里走 看见这里还布置了一个舞台 也不算舞台吧 像是婚礼的那种舞台啊 是不是用舞台来说 好喜庆 站在这里 看见这个布置真的好霸气啊 非常的漂亮 旁边还展示了一些我们客家十里红装 应该就是嫁装吧 是不是 这边介绍的就是客家婚嫁习俗 这里有一个竹蹄箱 还有一个竹蹄篮 这个应该是老一辈的人 他们以前才用过 我们现在这些好多年轻人可能见都没有见过 继续往里走 看见这里面布置又不一样 里面是一个谢祖堂还是什么 上面写的这个 是不是叫谢祖堂 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这个字叫做叶 叶祖堂 对不对 这是应该没有说错了吧 下面就是烧箱的这个一个顶客家钟尺 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里就是这座钟尺最里面的场景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里面的话 钟尺就逛完了 然后这里供奉的都是各个姓氏的祖宗 看见没有 像我的正前方就是这些姓氏 这里有一个介绍 上面写了这三排的祖先姓氏 都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一下 能不能看清楚 然后这边也是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你们的姓氏 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姓氏 我们姓氏的 这座钟尺我们就逛完了 然后从这道门出去 去外面再看一看 从钟尺一出来 看见旁边就有一座圆形的客家土楼 上面写的是客家摇篮 干州 这里有一个介绍 里面应该是客家博物馆 我来的时候 现在是中午了 可能工作人员已经吃饭去了 所以这个门是关着的进不去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逛一逛 这边就是圆形的土楼 这里还种了好多竹子 大家有没有看见 我们客家人的建筑旁边 一般都要种竹子 看这边就是中尺 客家中尺 江西的九厅十八景 我们站在这里就能看见 这座客家文化城 对面的山好高 下面还有一条江 叫做贡江 然后对面这里就是杨仙林 上面有一个塔 看见没有 好高的塔 我看见这里 干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这里门是打开的 我们进去这里面再看一下 客家摇篮 飞仪展示 一进来就看见 这里有一口古井 大家看 我们客家人以前生活的房屋旁边 都会打井 井水来生命资源 看上面写的是客家泉 刚才外面门是打开的 结果进来里面 里面这里的门是关着的 里面进不去 在这座建筑的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圆形的水池 水池旁边还有人形的走廊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我们刚才就是从这里过来的 大家站在这里看 这里太阳好大好大 但是旁边这里有一个走廊 站在这里特别凉快 走廊上这里还雕刻了有好多画 这里写的是江夏古家 下面都是一些雕刻的符文 展示的我们客家的文化 习俗这些 非常不错 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儿童的园 小孩子玩的地方 非常不错 而且都是免费的 跟着刚才的走廊走过来 看见这里有一个子路牌 旁边应该还有一个方围 就这里 这里有一个好大的方形的围屋 不过比之前在燕一围 看见的要稍微小一点 这个围屋比燕一围稍微小一点 不过看上去还是非常的霸气 站在这里看这座围屋 就跟欧洲的城堡差不多 不过我们的这个是中式的城堡 以前抵御外敌用的 这也是展现了我们客家人的智慧 在这座围屋的正前方 这里居然还有两棵古树 大家没有看见 这两棵树真的长得好高好大 而且站在这个古树下面 都感觉非常的凉快 我看见古树这里有一个介绍 叫做榕树 对我们客家人都比较喜欢种这种榕树 这棵榕树都有371年了 哇历史悠久了 为什么我要说我们客家人 比较喜欢种榕树 因为在我们成都啊 就很多地方很多镇上都有榕树 而且都是好几百年的 像我从小是在木兰镇长大 我读书的学校旁边 就有一棵非常大的榕树 那棵榕树也是差不多有两三百年了 非常的大 跟这棵榕树都要稍微小一点 不过从小我去到我们有客家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榕树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长廊 原来是客家艺术长廊 长廊的正对面就是客家博物馆 不过门关着的 逛到这里制作客家文化城 基本上就逛得差不多了 这里应该是后门就出去了 出去外面有一条客家美食街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客家美食 这边就是客家美食街 都是土楼 围屋的样式 很多房间 这边也是 这前面门牌方写的是客家风情街 确实 大家看这边的房子 去的都很有我们客家特色 这里也是我们客家的摇览 看这里还有一家店 写的是长生烫皮店 应该是大鱼那边的特色美食 这里还有一家瑞京牛肉汤店 之前在瑞京也吃过客家美食牛肉汤 干县的客家文化城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逛得差不多了 而且昨天跟我们干县的丁老师 还有我们当地的老乡 用客家化交流 基本上是80%以上都能听懂 就非常的接近 只是口音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这个都很正常 看我相隔的1000多公里 第一次来到这里 都能交流沟通 我感觉这次干县真的来得非常的直 不需刺刑 接下来的话 我就打算往干县的白鹿村那边去了 因为好多老乡说白鹿村也是一个客家千年古村 所以我们接下来往那边走 到白鹿村之前 还有一个田村镇 也是非常的有客家特色 我们先去田村镇看一下 没有点关注老乡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